怎么和女生牵手不会被拒绝 有些男生和喜欢的女生约会呢 心里痒痒的总想去牵手 结果呢就被拒绝了 或者说直接甩开了 就弄得挺没面子的 然后呢就跑过来问我 说麦子姐 你有什么牵手的套路 或者是大招 能让她愿意和我牵手呢 那我今天啊 就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 讲一下牵手这件事的真相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首先啊 那些所谓的牵手的套路技巧 它一点都不重要 决定你牵手成败的是什么 是这个女生她是否喜欢你 她对你的好感度有多强 如果说她喜欢你 你随便牵 你怎么牵她都能接受 而且呢 你牵她手的时候 她会很开心很兴奋 她会想 哎呀我终于和喜欢的男生牵手了 她会心砰砰跳 那反过来 如果说她不喜欢你 你用什么套路也没用 你先表演个才艺 跳段街舞 然后呢再来个后空翻 她还是不会让你牵手的 因为她的身体排斥你 所以说男生一定要知道啊 就是我们女生在身体接触这件事上 是非常双标的 如果说她喜欢你 你别说牵手了 你就是去抱她 去亲她 然后把她带回家 她都能接受 而且呢她很喜欢 那如果说她不喜欢你呢 哪怕你稍微离她近一点 走路离得近一点 她都会躲着你 所以说一个妹子啊 她不接受你的牵手 不是你牵手套路的问题 而是你好感度的问题 你要做的是怎么去吸引她 怎么让她对你的好感度越来越强 其实吸引女生呢 也很简单 基本上就两个途径 一个是聊天 一个是朋友圈 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你可以来私聊我 我来教你 女生不拒绝你就是主动 很多男生呢 对女生主动这件事吧 完全理解错了 他们讲的是 为什么聊天的时候 都是我主动的发消息 约会也是我提出来的 女生却从来不主动 肯定是她不喜欢我 对我没想法 那我就放弃吧 这种想法真的是太傻了 我告诉你啊 只要聊天 女生愿意回你 约会呢 女生愿意出来 你就非常有机会 女生配合你就是主动 女生追男生的这种情况呢 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的女生都是被动型的 这个谈恋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一开始都是男生主动 男生主动的聊天 开个话去说话 然后呢 女生就会配合 聊了两次之后呢 然后就约出来 男生说 出来吃顿饭吧 女生说好的 然后约了几次之后呢 男生要主动的去牵手 接下来拥抱亲亲 最后呢 带回家就在一块了 女生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被动配合的 女生很难主动约 你说请你吃饭 女生也不会主动的牵你的手 她的主动就是配合你 明白吗 只要女生不反感不反对 你就直接往下推进就行了 你在乎她主不主动干嘛呢 你能成功不就行了 总有一个时刻 女生会主动的 可能是你们 搂搂抱抱之后 可能是你们发生关系之后 只是这个时刻不会太早 也就是说 在撩妹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男生主动 女生配合 这就像男生开车 女生呢 就是狐狸灯 只要不是红灯 你就只管踩油门就行了 非女生一定要冷静 就很多恋爱小白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太容易动情 内心系太多 就看到女生在朋友圈 发了一个性感照片 就觉得爱上她了 女生回了几句消息 就觉得这辈子费大不起了 跟女生打了几句游戏 你连你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你在这边爱的撕心裂肺 可是在女生眼里呢 你们可能连朋友都算不上 所以兄弟们记住啊 追女生 一定要像畜生一样冷静 搞定一个女人 最好的办法 就是顺着人性 特别是长期单身的兄弟 你们先搞懂人性 再谈恋爱 你会发现太简单了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总结了 三条人性真相 一个比一个扎心 所以呢 先点赞收藏再学习 第一不要给女人太多安全感 你越粘着她 她越想逃离 你越对她挨搭不理 她反过来越找你 你给她安全感 你告诉她你的生活圈里 其实没有别的女人 只有她 那她就会觉得 你赖着她不走 但是呢 如果说你身边 总是隔三差五的 出现一个好看的女生 反过来会让她容易有危机感 因为她会觉得 你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你越沉得住气 不给她安全感 对方反而越忐忑不安 越对你付出 第二 恋爱的本质就是价值匹配 你在女人心里的位置 并不取决于你付出了多少 或者说你有多真诚 只在于你能够 给她提供什么价值 情绪价值 生理价值 社交价值 还是资本价值 尤其是情绪价值 它是能够决定 能不能爱上你的关键 如果说你不能够 提供情绪价值 只会给女人花钱 那她大概率 就会把你当成提款机 第三 一个关注自我的男人 更容易获得女性资源 什么叫关注自我呢 就是你的时间 还有精力 百分之八九十的 都是花在自己身上的 比如说你平时喜欢吃美食 喜欢跑步 健身 平时呢 在家里养猫养狗养花 包括呢出去滑雪 就是你的生活呢 是精致的 是精彩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像吸铁石一样 源源不断的去吸引 一些高质量的女性 因为女生爱上的是你的本质 她就会觉得 你过得非常好 她就想加入你 成为你的女朋友 然后呢 共享这种精彩的生活 女生不让你碰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女生让你碰 无非就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她特别喜欢你 她也想和你牵着拥抱 尽快的在一起 这叫一见钟情 这种情况呢 其实非常少 可能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就是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都是女生一边吊着你 然后一边奖励你 可以说一百个女人里边 至少有九十个人 都会吊着男人 因为女生心里很清楚 男人得到的太容易了 他就不会珍惜我 所以我要男人 多追我一会儿 多花点时间在我身上 本来一周都能谈成的 我要和他谈两个月 但是这两个月呢 时间又有点长 因为谈恋爱嘛 都是男人单方面的付出 供着女生 然后陪他聊聊天 陪他吃饭 也挺累的 如果说只付出 没有回报的话 那男人可能就不想谈了 所以女生呢 就会偶尔的奖励他们 比如说和他们牵牵手啊 抱一抱啊 男人尝到甜度之后 才会更愿意追 和女生牵手拥抱这件事啊 就是会哭的孩子 才有汤汁 渣男海王呢 他就会主动的去生机关系 如果说女生不让碰的话 就会马上冷淡 表达出不爽 女生就会有危机感 觉得我是不是掉的太过了 让他不高兴了 那我赶紧主动一点吧 而你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只会对他好 不敢提任何要求 而且呢 你上来就亮底牌了 让女生知道 你非他不可 女生冷淡 你都懒得搭理 你还上赶着去主动的倒铁 他还需要奖励你吗 这就像你们钓鱼 需要鱼饵是一样的 但是你把那个桶啊 河边一放 鱼都自己往里边跳 那还需要鱼饵干啥 女生不让你碰 就是因为你亮底牌了 你告诉女生 哪怕你不让我碰 我也会追到你天荒地牢 免费的东西 不值得任何付出 女生不喜欢你的流动表现 一 很少主动联系你 兄弟们记住啊 喜欢你的女生 一定会忍不住的 想要联系你 如果说你聊天 经常是有头没尾 然后一条消息发过去之后呢 半天没有回应 洗澡洗一天 睡觉睡一周的那种 那就是不喜欢你 不回你消息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和别人聊天 二 和你出去约会呢 从来不花自己的钱 并且觉得 这是你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那肯定是不喜欢你 三 不在乎你的感受 就是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对方 他丝毫不在意你的感受和需求 言语呢 非常冷战 甚至呢 还会伤害到你 那他一定是不喜欢你的 四 毫不犹豫的接受你的好 就是你对他的好 他从来不拒绝 请客吃饭呀 买礼物啊 转账啊 他一概都收下 但是呢 却从来不给你明确的回应 一旦你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考虑考虑吧 或者说 我们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实际上呢 他只是想继续享受你的追求罢了 五 不但你接触他的圈子 就你和一个女生 接触了很久了 你以为他对你是有意思的 但实际上呢 你连他的朋友都没见过 甚至呢 在某些特殊的节日 他只和他的朋友 我都不通知你 那你在他的心中什么位置 不用我都说了吧 六 需要你的时候才想起你 只要他心情不好了 或者说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他就会呀 咯咯咯咯咯的叫你 然后对你撒娇 其实他就是把你当成可利用的工具罢了 招之计来汇之计去 如果说你现在呢 也处于以上这些情况 记住几句话 暧昧可以 转账不行 见面可以 报销车费不行 请吃饭可以 点外卖不行 陪你购物可以 帮你买单不行 一个不想跟你长期发展的女人 她一定会具备以下这三个特点 第三个是最恶心的 第一点 她总是想花你的钱 就是她不心疼你的钱 你给她发布包 给她转账 她就会很开心 我告诉你呀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她是不会这么做的 比如说你现在每天呢 都很辛苦的在外面打拼 那你的父母会舍得用你的钱吗 肯定不舍得呀 因为你的父母是真的爱你 记住啊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爱你 她会帮你省钱 而不是花钱 第二点 她总是和别的男人玩暧昧 典型的就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她对你不满意 她在骑驢找马 她在等一个更好的人出现 她觉得现在和你结婚过一辈子 她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她觉得自己能找一个更好的 你只是她的一个跳板而已 第三点呢 就是她不尊重你 不考虑你的感受 一点都不爱你 就是你和她在一起呢 都是你在付出 她在索取 你一直宠着她 爱着她 然后给她花钱 她却高高在上 对你指手画脚 然后忽冷忽热 你和她在一起呢 你的付出远远大于回报 痛苦呢 远远大于幸福 有的时候 她只要稍微的花点时间 哄哄你 你就会非常开心 但是这点时间 她都不愿意花 在你面前呢 她是非常自私的 因为她一点都不爱你 感谢观看